各位交友朋友们以及观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马尔谷福音十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五节 刚好今天整个教会纪念一位很快乐的一个圣人 名叫菲里乃利这个圣人的纪念日 所以我们一边看福音也边看这个圣人的故事 好吗 那这个圣人是以武年出生在意大利 然后他热爱天主 他有很多的故事 其中的一个是他太热爱天主了 有一次他祈祷的时候 天主给他一颗火球 爱的火球 就放在他的心脏这个地方 所以他的心脏比一般人还要大 有这个传说了 所以这个心脏里面的爱的火球 给他很多的力量来服务别人 特别他服务穷人跟病人 他本来是不是四夺 他只是为了大家 为了天主服务就够了 所以很多人喜爱他 特别在罗马 很多人爱他 尊敬他 但是他又越被尊敬他 越害羞 所以常常在别人面前 自己觉得自己是很傻 所以装作傻瓜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 他越装傻 别人越喜欢他 这个是一个他的故事 那今天的福音里面的一个故事 是正好相反 那 耶稣基督他要快要在耶路撒冷被逮捕 受苦 受难 去死 有这样的故事当中 因为他们的弟子们就听到耶稣快要死了 他们自己争谁是最大的 所以两位是看一下 亚哥伯跟若望走到耶稣更前 跟他说 耶稣你去世 也后来复活 坐在天主右边的时候 请你给予我们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那其他的门徒们听了 真的不高兴 那你们看 我们以为 门徒们是很和乐吗 可能是也有和乐的时候 但是呢 你看 他们会彼此的一个竞争 彼此的争执是有的 耶稣看到这个 就跟他们说 我跟你们说 其他的人 就是为了一个位置 为了自己的光荣而争执 竞争是平常的事情 但是呢 你跟随我的 我们的弟子不可以是这样 你越谦逊 越别人尊敬你 你越想要 做别人的首领 那你越要服务他人 那这样的道理 是不是我们的菲利 乃利 他身上看到的呢 我觉得 耶稣的福音 耶稣的真理 是真实的 我们在别人面前 在跟别人的相处当中 你诚信地 为他们服务 那你的尊严 就不需要你 你来提高了 他们自然地尊敬你 自然地爱戴你 那这个是也是 我觉得这个是 耶稣的邀请 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要不要虚心地 为天主 为他人服务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